好 透过社表情感知生活热度 接下来进入社会透明度 各位早上好 我是王小川 最近的法治日报上有一篇报道 就这个报道让公众对于官员腐败又添了新的认识了 这个报道的标题叫做 副市长贪汇罪证 藏匿情妇 银行保管箱 这个事情是谁说的呢 是湖南衡阳一个反贪检察官 他自己讲述的 讲述自己在办案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个奇葩案件 这个办案组在查湖南省某个市副市长贪污受贿案件的时候 发现这个副市长有大量的涉贪的证据 都是放在他包养的情妇黄某的手中 话说这个黄某今年二十来岁 长得也还蛮好看的 很受这个副市长的宠爱 最让人想不到的是 这个副市长居然把这个黄某送到北京一所大学的法律专业去学习了两年 为什么送他去呢 就是为了让他这个小情人能够掌握法律专业知识 好具备反侦察的能力 我的个怪怪的 我们就像看到这个漫画一样 这次去一定要好好学习法律知识 训练好反侦察的能力回来助我一臂之力 你看看这个小姑娘啊 这个小情妇 那就是以书作舟啊 就去了踏上学习的任务 保证完成任务 他一定贪的更多 藏的更深 好家伙 你说这这给贪官当情妇 这都不简单呢 你还得是复合型人才才配呀 你还别说黄某还真没白学 这个副市长啊 一被查 消息一出来 中案组就发现 这个黄某人去楼空 阴信全无 人找不着了 但是到底叫磨高一尺 道高一丈啊 黄某毕竟还是业余的 那个办案人员 人家是专业的嘛 这多少年就搞这些事了 最终这黄某还是落网了 等把黄某藏在银行 那个保险箱一打开 状案组人员这个吃惊啊 里头什么奔驰 皇冠 那个车钥匙啊 还有副市长送给这黄某的 什么别墅 住房 门面房 各种的产权证 还有购房的协议 以及珠宝 劳力士手表 等等七个三八个四 折合人民币 大概上千万呢 黄某的归案 查出这个副市长 挪用大概2650万元 贪污受贿900多万元 而且他还跟这个黄某 跟他情妇签订了一个 1500万元的所谓的包养协议 所以你看看这胆子多大呀 可是纵然你让情妇去学什么 法律学反侦查 最终也是没逃掉啊 对这个事情 我们来看媒体方面有怎样的评论 人民网上一篇评论文章 标题叫做 让智府新手段 跑赢贪官情妇反侦查 文章里头说 反腐败 这是一场反腐者与腐败者 斗智斗勇的暗战 贪官的反侦查手段 又岂止是培训情妇啊 有的是披上清廉的外衣 在人前反复强调 这个道德修养和连接自律 摆出一副清廉的模样 背地里是色胆包天 沉迷于声色拳马 那有的人呢 是打造利益链 靠打通上下级 结成铁板一块 上下互保 官官相护马 还有一些人 耍小聪明 被调查的时候 装疯或者是装病 为了逃脱处罚 极尽能事 所以这个检查机关 收集贪污腐败的证据 也越来越困难 这是当前反腐工作 面临的一大考验了